各位朋友大家好 前些天 广西党委书记刘宁在广西就搞了一场对习近平个人崇拜的闹剧 要力挺习近平连任 广西南宁印发了大量的习近平版的红宝书 叫做口袋书 要求人手一本天天学时刻学 本来人们以为广西掀起的这一场学习习近平的红宝书运动 会在全国引发一场争先恐怖要学习近平红宝书的闹剧 但有意思的是 中国其他地方并没有紧跟广西这一场闹剧 而是广西南宁自己来的急刹车自己紧急收场了 据网传的消息 现在广西南宁的社区已经接到南宁市通知 习近平版的红宝书全部回收销毁 人们就感到非常奇怪嘛 那么习近平版的这个红宝书其实才推出没几天 怎么这么快就要回收销毁了呢 更有意思的是呢 广西政府网站曾经大肆报道的 大家学习习近平口袋书的新闻和照片 现在网上全部被删除 点进去都是404 那么广西政府网站自己报道的东西 为什么又要去删除呢 一般来说呢 北京官方网站自己发表的东西自己又删除 一般都是出了政治问题 所以这次广西网站删除自己对习近平歌功颂德的宣传 显然这就是一个政治问题出政治问题了 这个可能性呢 第一个就是习近平本人出问题了 就是他失去权力了 第二个可能性呢 就是习近平虽然还没有失去权力 但是党内反对的人太多 声音太大 习近平招架不住 最后只好违心的 把这些对他歌功颂德的东西删除了 不管怎么说 广西发起的这一场对习近平歌功颂德的吹捧 要习近平连任 肯定是来自习近平本人的受益 因为广西党委书记才多大一个官嘛 他如果没有习近平的受益 他不可能自作主张去发行习近平的红宝树 现在习近平的红宝树被回收销毁 这对于习近平的权力保卫战 二十大连任 当然都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习近平想成为第二个毛泽东 要所有权力他一个人完全独占 可是这样一来 必然就要遇到一个体制性的障碍 现在中共的体制呢 已经由毛泽东时代那个孙悟空主义的斗争型体制 已经被改造成一个唐僧主义的何为贵体制了 习近平一定要想连任的话 他就不得不改变当前的中共体制 要把中共体制回到过去毛泽东时代那个体制 中共在毛泽东时代是一个充满斗争的体制 毛泽东自己也说 他最欣赏就是西游记里面的孙悟空 充满了斗争性 无法无天 大闹天宫 毛泽东说 孙悟空是无法无天 敢做敢为 大家为什么不学他呢 猪八戒是自由主义 老想退伍 唐僧相当于伯恩斯坦有修正主义 那么在小说西游记里面 孙悟空的性格就是斗争折邪 喜欢搞斗争 唐僧的性格就是一个所谓好人主义 和平主义 总是想稀释宁人何为贵 进入邓小平时代之后呢 邓小平的接班人 江泽民和胡锦涛 都是唐僧主义嘛 基本上就是那个何为贵不折腾 习近平上台之前 他其实本人也是一个好人主义 唐僧主义 这是习近平能够在党内击败 另一个红二代候选人薄熙来最主要的原因 薄熙来的性格就是一个孙悟空主义 就喜欢斗争 喜欢折腾 结果反而是惹怒了众人 他被推倒入狱了 本来人们认为是一个唐僧的习近平 在上台之后突然性格爆变 不再是唐僧了 变成孙悟空了 这样一来 就让中共体制遇到了毛泽东以来的第二次的体制危机 毛泽东当初建立的体制就是一个斗争型的体制 毛泽东自己是十次路线斗争 阶级斗争要天天讲 一会儿打倒彭德怀 一会儿斗倒刘少奇 一会儿又搞倒林彪 反正都是他倒来斗去 最后邓小平也为他撤销一切权利 反正是毛泽东掌权二十几年 中共内部就像那个角落机一拨一拨 今天你打倒我 明天我斗倒你 当年中共中央领导人一大半 最后都到监狱里面去了 毛泽东死后 那些老官部从监狱里面出来 一个一个心有余悸 他们就觉得毛泽东这样的体制 这个孙悟空这样的党内斗争太残酷了 他们就希望今后党内 是不是能够不要这么搞斗争 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这种角落机式的斗争 他们觉得最后大家也 全部都没有安全感 所以邓小平他们就这些 中共高层就设计了一个集体领导 这个集体领导的思想 基本思想叫做何为贵 就是唐僧主义 大家好说好商量 权力大家来分享利益 大家都有份 最后我们来一个各方各派 利益的最大妥协的工业数 这里就对比一下毛泽东体制 和邓小平体制的不同 毛泽东的体制设计 那就是权力一个人 他完全独占 谁是稍有不服 马上就打倒踢兽 毛泽东体制就是孙悟空型 这个斗争型的体制嘛 要阶级斗争天天讲 体制内的人和人的关系 就是一个斗争关系 今天你斗我 明天我斗你 大家是永远不得安宁 邓小平的体制设计 就是各个集团派系 我们分享权力 权力分散 九龙治水 各管一滩 邓小平他就是唐僧型的 这个何为贵的体制 体制内的人和人的关系 就是一个利益勾兑的关系 你给我一部分利益 我也给你一部分利益 大家这样和平相处 不真就是不折腾了 大家反正都有好处 闷声发大财 现在呢习近平要成为 第二个毛泽东 就是所有权力 他要一个人完全独占 谁要稍有不服 就要马上抓起来拿下 那么习近平想当第二个毛泽东 他就不得不同时 也把现在北京的邓小平的 这个唐僧主义的体制 要改回到过去毛泽东 那种阶级斗争 天天想的孙悟空型的斗争体制 最近这两年呢 习近平在讲话中是大谈斗争 说是要敢于斗争 不要躲避斗争 当好好先生的老好人 习近平说这个好人 就是好好先生啊 就是典型的好人主义 唐僧型的人物 习近平号召人们 不要学唐僧当好人 你要学孙悟空敢于斗争 但是呢 习近平始终没有明确指出 他是斗争那个对象 是什么人 毛泽东发动文革斗争的对象 非常的明确嘛 毛泽东亲自写 我的一张大字报指出 刘少奇就是党内的走资派 他要把这个发动文革 就是要斗倒党内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要把刘少奇这一批老干部都打倒 可是习近平不停的强调斗争 他斗争的对象到底是谁呢 习近平内心的斗争对象 当然应该就是反对他连任的 反对他搞终身制的江泽民 这些老领导 但是呢 习近平从来没有敢明确的说出 他的斗争对象就是江泽民 习近平当然是想和江泽民斗 但是呢 中共党内长期以来呢 就是唐僧型的这个何为贵主义 是占了为主的 就是孙悟空型的斗争主义的人啊 在中共体制内是没有什么市场 比如说薄熙来就是一个孙悟空型的 斗争主义的这个人 他在中共党内根本就没有市场 所以呢 他在权力斗争时候 被伪装成唐僧型的习近平 轻易就给击败了 那么现在中共党内 特别是党内高层 其实根本就没有孙悟空了 都是些唐僧嘛 所以习近平再喊斗争 就没有人跟得上他 相反呢 现在中共党内想要阻止斗争的呼声是极高 就是大家都不想斗争 所以就有人要希望 有什么人来出来制止习近平 搞这个瞎折腾的斗争 有人希望胡锦涛能够成为唐僧啊 念念紧箍咒 制止一下习近平的这个孙悟空式的瞎折腾胡闹 也有人希望江泽民成为如来佛 就是让习近平怎么跳 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掌心 如果用形象的语言来说 现在中共的党内斗争啊 那就是唐僧跟孙悟空的斗争 孙悟空就是不守规矩 无法无天要胡闹 唐僧就要制止他 那么我们最后就看 这次是孙悟空到底能不能跳出如来佛的掌心呢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 明天见